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一直嘴硬不肯看必有漫画 一直对你沉迷必有漫画很有意见 该推荐他哪一本,让他无痛入坑呢? 嗨嗨嗨嗨,大家好,我是水星本星 在很久以前的深度必有影片里,我就已经讲过了 有机会想讲讲清水神作《左左沐鱼工业》 来来来,这不就来了吗? 随着电影版《左左沐鱼工业》毕业片即将上映 水星今天终于要来讲这本全方位值得推荐的作品 其实我不太相信还有人没有看过这部作品 从2016年开始在Pixip上面连载至今 渐渐累积出超高人气 如今在《逼游日曼》里占有重要的议席 从作品那么快就代理可以在台湾鱼鱼上映 足可见这部作品在台湾的人气 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至少有听过这部作品了 如果一直还没有入坑 今天水星列出三个《左左沐鱼工业》值得入坑的原因 希望大家一起感受这部作品带来的纯爱威力 如果你是第一次到访的小伙伴 这是女性上以及主要推荐 《逼游日曼》好书的频道 喜欢的话欢迎点击订阅 开启小铃铛选择全部 让我们每个礼拜都可以再见 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Instagram 最新的书评都会更新在线洞里 快点来找我玩 在一个夏日 一直很介意自己长得像女生的辅男子 工业优美 看到了一起老套的打架事件 就在他打算介入时 一个有宽大背影的学长 左左慕秀明跳出来帮忙 替被打的学弟结了围 从这个事件开始 不知为何 左左慕学长开始对工业没有兴趣 总是找他聊天 出于好奇 更是跟辅男子工业借了BL漫画来看 工业对左左慕学长的靠近 百思不得其解 觉得对方跟自己定印象的样子 也差太多了吧 而左左慕学长呢 却在一次一次的相处之下 越来越受工业吸引 发现自己喜欢看着工业 提自己喜欢的东西时 那个闪闪发光的眼神 如果你有个朋友一直嘴硬 不肯看BL漫画 一直对你沉迷BL漫画很有意见 该推荐他哪一本 可以无痛入坑 朋友对BL有意见 可以的话就绝交啦 但是这样绝交下去也不是办法 我们也不是超级多朋友啦 如果他有教化可能的话 就可以推荐他 这就是这本漫画的第一个看点 路线当然是清水 没有任何会吓到新手的肢体冲突 只有老师巧手营造下的 怦然心跳 左左慕学长让人心跳加速的眼神 工业害读者一起 害羞的可爱反应 画风也是高接受度的 偏人美型的画风 让入坑新手也不会太抵触 逼有百家之名的多元画风 就等推坑成功之后 再让他慢慢体会就好了 总结来说就是一部超油辱门座 如果第一个看点是给打算推进坑的新手 那第二个看点则是共同属于资深扶女 与刚入坑的小伙伴的 那就是放松切衣的剧情节奏 主线故事是两位主角的感情发展 但基本上跟好想急死你 好想告诉你一样 是一个非常魔人的节奏 如果看这部作品的重点 集中在两个人和时两情相悦 真的也会急到晚上睡不着觉 我的话更集中在他们两个人的校园生活 以及跟其他同学们的互动上 风纪委员会的大家聚在一起 一起聊着不着编辑却有趣的日常 听着女友喜欢不良受 自己该如何看待的话题 班级一起努力准备的学员记 校庆结束的烟火 漫画以部分四个漫画 部分一般漫画分进呈现 划分出主线跟可爱的小日常 新入坑小伙伴可以看到男性角色群像 直升读者可以跳脱出平常的必有漫画 阅读习惯 像水星很习惯就是边看边感受剧情是否流畅啊 上一个场景跟下一个场景连接的合理性啊 角色个性向性啊 画风剧情深度之类的 都全部放下 就是放松的看一群可爱的小男生过高中生活 尤其适合下班下课累了一整天 精神违迷需要被灌溉的时候看 让佐佐目以工业疗愈大家吧 最后一个看点 这点我要献给一起在浮海打滚很久的大家 我们看了那么多别有漫画 是光速飞车的肉食上宴 还是光怪陆离各种五花八门邪门的设定 我们都看到眼睛都不会眨的 但这样的美食吃久了 也会突然想来一份酸酸甜甜的高中男生初恋啊 佐佐目与工业的故事 从校园霸凌事件的相遇出发 开始了两个主角的缘分 工业是长得很可爱 却对被当成女生对待很有阴影的辅男子 尽管温和有礼貌 姑且还算是个遇到不喜欢的事 会好好说出口的类型 而佐佐目呢 则是典型会被误会成不良少年的可怕学长 真的要说的话 他们的感情是从佐佐目的一见钟情开始的吧 从第一次的见面开始 佐佐目就额外在意工业的一举一动 也对工业喜欢的事物好奇 佐佐目学长一次次跟工业交流漫画心得 喜欢看着工业 介绍喜欢的漫画时 可爱的深情 佐佐目的心情也在一次次交流中 越来越难以克制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巨大的萌点 画线画线 佐佐目学长真的花非常大的心力 在忍耐 从一开始喜欢观察工业的小细节 到后续因为工业的一举一动 都会激动到难以克制 幸福感都会溢出漫画或是荧幕 曾经还因为工业太靠近自己 难以附和请假回家 笑死 而工业的态度 则是他们两个感情走向的定海神针 也决定了这部作品的高度 从电车上意外听到学长的告白开始 到佐佐目直求告白 工业手足无措 他是个俯男子 但不觉得自己是同性恋 他喜欢和佐佐目学长待在一起 佐佐目的确好像跟其他学长 在他心里的定位不太一样 但那就是恋爱感情吗 如果他接受了学长的心意 最后却发现自己的心意 和学长不是一样的 怎么办 有可能会伤害学长的事情 他是绝对不想做的 他谨慎地确认自己的心意 一直到他们一起去看电影 他感觉到跟学长待在一起的 那个安心感 喜欢的心情几乎要满意而出 工业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段 对感情稳定坚定的刻画 我觉得在拜读的时候 这读者看得也很幸福 希望大家也可以找到 让自己这么安心的人生伴侣 我觉得佐佐木与工业 身为一部广复盛名的BL作品 真的很有特色 是清水相 把脸红心跳 害羞 纯粹的感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也讨论真实感情的困扰 没有因为是漫画作品 就与现实脱轨 恋爱线不离谱也不苟且 让人有空间深思伴侣的定义 看了各种各样的BL作品 最喜欢这种有内涵的作品了 随着季节变换 两个人从感情好的 前后辈的关系毕业了 等佐佐木考完大学考试 也要从学校毕业 工业在佐佐木准备 考试时期的全力支持 两位主角家人 对他们关系的看法 还有无限撒糖的恋爱日常 除此之外还有班外短片 大家都很熟悉的 最近这对CP的讨论度也非常的高 4月21号上映的 佐佐木语工业毕业篇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 故事讲完了 大家喜欢佐佐木语工业吗 希望这支影片 有让大家对这部作品 伸出一点点兴趣 而本来就很喜欢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有更喜欢这部作品的话 我也很高兴 这部作品的连载时间很长 因此看得出这部作品画得越来越精致的轨迹 能看着这部作品越来越棒 也看他们两个人终于走在一起 这样的参与感是水星身为读者最开心的事情 如果有人问既然有了动画又要有电影版了 还要看漫画吗 我是觉得各有风味耶 虽然动画里佐佐木语工业都动起来 有够可爱 大家看我多爱用佐佐木学长的迷音就知道了 但春远老师的分镜 真的也是很不错的哦 喜欢但用分镜就能营造出的那种 恋爱害羞氛围 至少第六集告白的部分 大家真的动画跟漫画都一定要看哦 如果喜欢水星介绍的佐佐木语工业 4月21号一定要出发支持电影版 佐佐木语工业毕业篇 喜欢水星的影片欢迎点击订阅 按赞让我知道你喜欢这部影片 留言跟我说你的感想 更欢迎推荐我好看的漫画 好香的书都看一本多幸福一秒 水星爱大家 我们下次见 请准备 准备 谢谢大家